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切奖上都不能够与你的恩典相比 耶稣基督 我的依靠 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生命每个星星 都是属于你 我的源头 我的盼望 是你我主 我愿全心 荣耀耶稣 以你恩典 是我的新生命 你的怜悲 触摸我心 你慈爱为我的乱作相邻 而我这一生 别无所求 只愿更认识你 所有成就都不能够 所有成就都不能够 被我得住 我的爱情 都是属于你 我的源头 我的盼望 是你我主 今天我们回到 铁撒罗尼加前书第四章 三天前 我们提到了第一章 我们知道保罗他鼓励这个教会的人 在四章一节 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经节 弟兄们 我还有话说 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 劝你们 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 知道该怎么行 可以讨神的喜悦 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 更加勉励 在我们生命上 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是敬拜 或者是讨神的喜悦 有时候这听起来 感觉好像很理论 但是如果你应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 就好像我们的生命反映出 我们信靠神这样的一个生命力 我们选择做事情 是按着神喜悦的方式 我们甚至可以使用我们的创意 我们活出一个生命 是其他人可以在我们身上看见神的样式 我们活出一个样式 是总是向神献上感谢 然后知道神对我们多好 然后神可以来带领我们 然后神可以来带领我们 当你来看到第十一节 你会看到很有趣的内容 我们来看十一节 又要立志做安静人 办自己的事 亲手做工 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 这边有提到要做安静人 这意思是指我们常常要保持很安静吗? 我不是这样认为 这边提到应该是大声的人 他们总是想要吸引别人的注意 我们不需要这样子 我们的安全感来自于神 我们知道神接受我们 我们不需要大声以至于人才会注意到我们 他这边也提到办自己的事 这表示第一件我们需要先专注在我们的生活上 我们自己与神的关系 这是我们最基本面的 然后又提到我们需要亲手做工 这表示我们不应该成为懒惰人 我们的生命应该要赢得外在的人 比如说你的朋友 你的家人 他们看你的时候 他们看到了什么呢? 他们看到了一个懒惰的人吗? 还是你躲在你的属灵的态度之后 而你不愿意来面对你自己的问题 还是他们看到一个很好的榜样? 我想保罗他总是给我们很好的榜样 即便他在监狱里 他仍旧唱歌 他说我信靠神 即便他在许多地方受迫 他仍旧回到那些地方 来为神赢得更多的人 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活出这样的生命呢? 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六节提到 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 当神所给我们的那就是我们的 我们不是懒惰的 我们希望能够成为其他人的榜样 我们想要扎根在与神的关系里 所以我们就会成为别人的榜样 我们活出一个好的见证 这就是保罗写给铁撒诺尼加教会的 如今也非常地鼓励我们 我们来祷告 主我们谢谢你 这些话语为我们带来许多的教导 主帮助我们可以活出一个安静的生命 我们不需要成为大声的 以至于吸引别人的注意 而我们知道我们的安全感是来自于你 主帮助我们不要成为懒惰人 或者是躲藏在我们的属灵的态度里 而不愿意来面对我们生命的问题 而是可以活出一个反映出我们与你关系的生命 一个敬拜的生命 一个逃你喜悦的生命 奉耶稣的名 Amen Amen